但是他有一個本質性的問題 就是他還是野生動物中的細節環境 比如說以嘉明湖來說就是這樣 對 然後那所以現在的真點 在嘉明湖來說的話 一般人到底進去應不應該受到限制 就會有倫理上的問題跟法律上的問題 那如果純粹就法律論法律的話 好像沒有辦法限制人的數量 但是你從倫理上來說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做 這就是兩個層次衝突的問題 你要講話 你講話 可是我覺得他們 我在魔性熊看到那麼多討論 他們其實他們 那個他們一直會比較抗拒的是說 誰來制定這個標題 誰來說 就像如果像他限定一天限制200塊 是誰來鑑定200塊 對 之所以會這樣 是因為法不完備 就是野生動物中的細節環境 不像國家公園法那樣子 有可以限制人進去的數量的法源依據 沒有 他是另外以一個辦法 就是行政命令 未接不適法律的層次 這個你們以前有人是念法的嗎? 都沒有 那你們以前有學過吧? 法的位階是什麼? 憲法 憲法 法律 然後行政命令 然後什麼 然後但是如果要涉及到限制人民的 權力的一定要在法這個位階 這是從純粹從法體系來說 但是我剛剛是說 討論這件事情必須不能夠忘記 我們還有一個為什麼要管分區這件事 是那個分區本身有他要保護的標的 或者他有他的一定的脆弱性 所以他畫了這個分區 那人進去這件事情就應該要被考慮 只是他沒有被法律賦予這麼嚴格的 這樣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是第一個我覺得 目前的這種討論裡面呢 最大的衝突點是在這裡 不管是野跑還是登山還是什麼 反正人要進去這件事情 就會因為剛剛那個衝突 而產生了很多的爭論的空間 這樣 那當然最好是玩被法的體系 但是我覺得從土地倫理來說 人應不應該進去這件事 我覺得是還蠻明確的 因為那回問回來就講 不同的使用者的程度 這個部分應該算 算清楚了嗎對不對 還有問題嗎? 這個部分就先講 法律沒有完備 然後但是他有畫設保護的這件事情 有沒有問題 沒有想到什麼問題 好 我再舉個例子 我知道大家可能還在胡 還在胡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最近紐西蘭 其實我待會在這個裡面 其實我趕快不用撿到也可以把它講完 紐西蘭的案例裡面 對啦我待會其實會怎麼 我還會再回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適用簡報 好 我先講最新的一個趨勢 紐西蘭不是最近確立了一座山 或者是一個河流 它有法律上的人格權利 這件事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大石頭那一個 不是大石頭 你講的是蔣臺連 不是那個是上次講到那個 就是有遊客摔下來的那些事情 不是不是 他們 紐西蘭政府跟毛利人簽了一個協議 然後那個協議呢 確定就是說原住民的那座聖山 是他有獨立的法律人格權的 政府跟原住民的部落 都只是這個山的監護人 就是我幫忙照顧他 然後我們兩個監護人要講好 你做什麼事情要經過 我們要一起共識 然後我們的前提都是什麼 保護這個聖山 這件事情在全球來說是很先進 那他就是以一種類似法律的概念去確立了我剛剛說的那件事 就是山或者是河他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權利 但是這件事情在我們人類的法律世界裡面沒有這個概念 這就是之前 這就是我剛剛說 當我們在做前面那個爭論的時候 會陷入在法沒有叫沒有說不可以的事我都可以做 台灣人特別會這樣 對 那這句話從法來說沒有錯 但是從法義來說不是這樣 對啊 了解我意思嗎 雖然我現在講的會不會太深 對你們來說還好 那我如果講孟德斯鳩你會不會哭 不是在課本上叫我這個名字 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講過他的法義這一篇文章裡面 他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他說就是法的本質是什麼 法的本質是所有萬物之間的關係的一種 就是對就是所有萬物之間都有一種 戒定 戒定也好 就是這個關係的 原始值 對然後這個關係必然有一些界限 那 狹義的法是有明文寫下來就是我的法律文字 但是法這件事情的本質是所有萬物的關係 那我們如果再加上紐西蘭那個概念 大家就能理解 就是山本身其實有他自己完整獨立的權利 但是這件事呢在人的法律裡面沒有 可是他是不是屬於法的概念 是他是萬物之間的關係的一部分 那所以他 但是山自己沒有辦法主張自己的法律權利 所以紐西蘭賦予了他有這樣的權利 但是他沒辦法替自己說話 所以誰替他說話 政府跟毛利人的代表 然後我們必須有一個討論 然後我們一起來替他說話 這樣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樣子這個概念大家有沒有就完整了一點 那所以在我現在講的這個框架底下 這在講的其實是倫理 倫理就是剛剛說法的本質就是萬物的關係就是倫理 然後那所以你如果在法律的名文層次去討論說 進入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沒有人可以限制我進去的自由 這件事從法律文字來說沒錯 對 但是從我剛剛說那個結構 這樣大家能夠理解嗎 就他還是違背了 自然原則 對就是在明文法之前 其實是有自然法 習慣法 跟萬物之間有的關係 那個東西就叫倫理 但是他沒有被法完善這樣 但不表示他沒有他的權利 但是我們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人只有從自己的角度去詮釋人自己的權利 就是登山自由 但是沒有去了解到這個 山本身的自由 對 所以你剛剛說了像這樣一樣思考的 那個是結論沒錯 但是前面的推論這樣子 就這個部分大家可以理解好 好 那理解那所以為什麼要有區位這樣大家理解了嗎 就是我們人作為一個代理管理地球資源的負責任的 代表 我們有一份子 過客 我們去立了一個法來保護這件事情 這樣 那是那個區位的原因 所以我們的分級 經過這些區位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想說我要讓 我做了這個設施之後 我要引進什麼樣的行為到這裡面 是適當的 這就是為什麼在談不到分級 理解嗎 我到現在還在回 還在複習掌 還沒進入進入進入 那個在線上的人有理解好嗎 還沒有換頁 都還沒換頁 不用擔心 好 我們還沒講完野跑的問題 我剛剛只是 用分級分區的概念 去幫大家把這件事情的上位 都會釐清了 釐清了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大家說的 所以我們應該算已經解決了 自由的問題吧 應該算已經解決了 這個程度已經解決了 就是剛剛那樣子的狀況 自由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是受到尊重在那個倫理 對 就是在那個區位許可的情況之下 我們擁有那樣的自由 這個是在講自由這件事 好 那現在講到使用衝突 就是多元使用者這件事 多元使用者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喜歡到臉書上去講 因為你看我剛剛講那個概念 要在臉書上講怎麼講 打字都要打到 然後而且完全是沒有辦法解釋得清楚 何況還沒講完 再來就是多元使用者的衝突 但是這裡面其實大家忘了一件事情 這忘了不只一件事 我現在這邊有寫數量跟程度 其實呢這個數量跟程度 它要衍生出 或者說它的上面有一個東西就是 商業活動跟個人行為 可不可以放在同樣的標準 我個人野跑 跟 當然你可能有很多個人去個人野跑 但是跟我去辦一個活動 叫大家來報名 然後在很短的時間內 集中的空間跟時間裡面去比賽 是不是同一件事 好 這答案寫了一件對不對 為什麼不是同一件事 窮擊 對 這就是量的問題 跟程度的問題 尤其是野跑 通常大家 因為它有競賽行為嘛 所以它一定要怎樣 要超車 要 就是會有很寬 老師要聽一下IQ IQ 對不起IQ 所以他們 他在起跑之後 到整個拉開 整個群拉開之後 才會變成一條線 在那前面其實是 對 剛開始的時候 對 那所以其實一般來說 我講倫理的第二個層次是什麼 每一個活動都有活動本身的倫理 像美國 美國的越野自行車協會 或者是越野跑協會 會制定一個自己的規則 這個規則就是 我要從事 我個人要跑 跟我要辦商業活動要跑 他都要遵循一些 無痕三菱的倫理 大家記不記得無痕三菱 我上過嘛 入門課的時候上過對不對 還記得好 一直在幫你們做各種線的連結 就是希望大家記得 這件事在島子裡頭要活 好 那所以個人的倫理跟商業的倫理是不是一樣 不一樣 個人 其實我之前 我另外再傳給大家看好了 就是 美國 他的個人野跑有八個原則 就是怎麼樣跑可以減少對環境的傷害 跟這個半越野跑的時候 從賽前的準備到比賽的舉辦 到賽後的收拾怎麼樣能夠落實我們三菱 其實他們有這一套規則 但台灣有沒有 應該沒有 對 那這就是問題 你知道嗎 就是當我們在主張我們進入三菱的自由的時候 常常是什麼 大家講的都是個人自由 可是其實個人去跑沒有受到任何限制 有人說不可以嗎 沒有啊 他就是比照一般的 那 嘉明湖的狀況是什麼呢 嘉明湖的狀況是 就是區位 剛剛我已經解決了對不對 他是野生動物狀況器型環境 但是法不完備 那麼登山者 我覺得一直在講說 登山跟野跑的衝突 這是一個假議題 因為不存在這樣的一個衝突 你知道嗎 我的意思是說 登山跟野跑在個人層次都一樣啊 在商業層次這兩個活動也一樣啊 要區分的不是登山跟野跑 而是個人跟商業啊 對不對 其實是程度問題 那嘉明湖野跑那件事情呢 為什麼大家有看到報道 我是說在嘉明湖現在的狀況不適合 這還有另外一個層次 就是除了區位之外 還有就是那個步道的現況 下次你們去嘉明湖就知道 那個沖石溝非常非常的嚴重 然後那所以你 比如說他們在古關七雄跑的時候 也沒有人去反對啊 了解我意思 古關七雄辦商業活動的時候 有人去反對嗎 好像也沒有 好 我想說你們台中應該會比較知道 就是辦在一些低海拔的地方 當他的區位跟他的步道的狀況 沒有那麼脆弱的時候 辦這些商業活動 雖然沒有他們的倫理 但是也沒有人去反對 所以那時候特別針對嘉明湖 是因為這個區位跟步道現況 那我剛剛要回到商業跟個人這個程式上面 是什麼呢 2014年辦過的那個團體 他們說今年要再辦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嘉明湖進去 現在有人數限制的 是那個要住山屋的 好像一天是一百 多少一百九左右 一百七幾 就是要申請入山 那是要住山屋的 然後去年 今年初去年底 因為登山的人的爭取 所以後來取消了單工 也要人數限制 單工就是 當天來為不戰 因為他說我都不睡山屋 為什麼還要限制我人數 然後我能夠單工的人 一定少之又少嘛 能力啊 條件啊 所以你不如就不要管單工了 所以現在單工是沒有限人數的 然後2014年那個野跑團體 他就說那 我們野跑就是單工啊 你覺得這個邏輯對不對 所以當初量的問題啊 量 量還有就是 管制類 個人跟商業 就是你辦商業的野跑比賽 用個人單工沒有限制這件事去跑 是不是合理的 了解 就是現在在網路上討論說 野跑啊登山啊都應該很自由 這件事都是從個人角度 不是從辦商業比賽活動的角度 對不對 然後但是我辦商業比賽活動 用個人的規定可不可以 在國外這是不一樣的政治哦 你要去辦比賽 他就有另外有一個審核機制 這個審核機制必須評估 他我待會講到那個講到特許 第九概念的時候會講到這個概念 就是他必須要申請 任何要在這個區位裡面活動的行為 都要如果是屬於商業的 都要受到 都要申請 對 然後許可 然後限制他的量 然後他們要跟他討論他的計畫書 就是規模 我可以讓你 然後開放哪一條路線給你跑 這些東西通通都應該需要主管機關 依據區位來提供商業活動申請的一個辦法 然後你循這個辦法來申請 然後付費 付費使用 他跟個人去跑單工不用付費 這個叫什麼 這叫搭便車 對不對 對啊 就是我辦活動我收費 我運用公務門維修這條步道 這一些都是納稅人的錢 但是我用這個公共場域來辦我私人比賽的 收費的活動 錢都是我自己收合理嗎 所以為什麼要有商業許可 就是你就依規定付多少錢嘛 負擔你應該要在這個區位裡面舉辦的事情的成本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是第二層次的問題 就是混淆了這兩件事 商業的規模都不是個人的狀況 可是他走個人的然後是免費的 然後但是在網路上argue的時候都是一樣 就是登山自有 這是不能比的事情啊 對啊 這是第二個層次 好 第三個層次 大家應該知道為什麼我不在臉書上寫 因為很複雜 第三個層次是 現在我們區分完這個之後 我們可以再來看這個 很多人在爭辯說 這個裡面又分成兩個層次 就多元使用者就分成兩個層次 先講使用者之間 很多人爭辯是說 背重裝的人 衝擊比較大 跟背輕裝跑步的人 他覺得跑步是很輕的 可是背重裝走路的人是很重的 所以從腳步的對地表的衝擊來說 應該是登山的人比較嚴重 而不是跑步的人 錯啊 這根本就是大錯的特錯啊 喔 位置怎麼說 因為那被那麼重的人 怎麼有可能 那個踩下去的那個力量 要跑的那個力量 應該是 被很重的人有辦法 像跑一百米那樣那麼快嗎 不可能 他一定是慢慢走啊 啊那個跑步的 不是 噓 這樣 對啊 他就是覺得噓 所以他很輕啊 對啊 踩下去的那個重量 對 好 踩下去的重量 對啊 而且那麼多人 對 就是 當然這個東西 可以用物理再去做更精緻的 去計算 我覺得一個好像是細水慢了 一個是土石流 沒有 他其實不是說絕對重量 因為他還包括他 凌空的時候 其實他全身 對 全身重量只有在一隻腳上 因為你看跑步的人其實是 衝在同一個腳上 對不對 那他 所以這一些東西是可以用物理去解釋的 但是對我來說其實我是覺得 我給大家看一個檔案好 好啦 我看一下 我有沒有放過 啊 他有寫生蝶 對 我有寫生蝶 對不對 給大家看一個香港學者的研究 他在回應這件事 就是登山跟野跑的差別 但是他不是從那個物理的角度 他是從那個現況很簡單 他的研究方法很簡單 就是 before and after 原來是怎麼樣 然後呢 後來是怎麼樣 這樣好 然後我就給大家看一個研究 但是其實我要說我的結論是說 我覺得的確負重登山跟野跑去區分沒意義 最重要區分的其實是個人跟商業 因為他的規模差太多了 這個這個然後不管是商業登山還是商業野跑 都應該要收到 都應該要申請 然後有一定的量 他不能搭便車搭隔離 這個是 我自己的結論 但是呢 那應該也是因為限制單功人數 對 不一定走到哪一個自然的地方 他成長樣子一定懂得 對 他限制單功人數其實就不在於 對不對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就不在於 誒 誒 他應該要上廁所 他應該要上廁所 姊姊趕快去哪 這樣的話這麼有這麼有 厲害 你一講三個都去了 他很兇 他媽媽是早餐哥 你看他就沒有 繼續 好 之前很有傳那個玉山單功 好像也是 有限制 他有人數 也是要那個 要收 對 不過我現在上網看好像不見了 是不是被擋掉了之類的 沒有 有的時候他們也可能是走向地下化 他們現在變成 我看他那個活動好像變成 單功側硬山 就是沒有上玉山 他就在那個 林子山路林山那邊跑 他一直說可能是先通過這一關 那未來你們通過這一關之後才能 我們再搬綠山單功 你們才能買 地瓜丟了一個問題 地瓜 好 趁現在 線上的同學請現在可以問問題 因為我們台中現場很多人在上廁所 現在可以收集問題 他說什麼 他說商業登山是有一樣問題 對 所以我說商業要一直限制 存自己的錢 對 所以我覺得關鍵是商業有一套標準一起管理 不管是野跑登山還是什麼 各種各樣的活動都一樣 就是商業的都有共同的標準去管理 然後個人的是個人自由的這個層次 那個個人可以主張個人自由 可是辦活動不能夠主張個人自由 這是我覺得很奇怪的事 因為這不是 這明明就是他自己辦活動啊 這個怎麼會是自由 他開始了解 OK 我現在光是要定義商業好像就有點困難 其實國際上的商業定的很清楚 十個人以上 然後你參加這個郵城是就是付費的 不是不是十個親戚朋友自己分擔經費 當然這會有一定會有一個漏洞 但是十個人超過十個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限制 就是紐西蘭就是用這樣 就是超過十個人以上 然後是你參加是一個付費的郵城 然後就算是商業登山了 現在被人家詬病是很多商業 管理他有一些門路可以去 到底是真假的不知道 那所以在變成這種情況下 他管制上就會有一些漏洞 還有他的標準很奇怪 比方說有時候工部門怎麼考察 然後就可以取得了 但是就是他自己主管單位 今天發展成這種評論也是主管機關 他自己沒有一套清準的標準 所以 對好 都沒了 給大家看這個 這是香港學者的研究 香港他們其實 你說凱麗啊 錄影機開著就好 他們在香港這幾年 遇到這問題很嚴重 我上一次在講香港的步道的時候 在場誰在 我有一次戴華在 入門課 上幾年 賣野套餐 然後我有講到說他 野跑活動一年要辦一百二十二場 不只吧 一百二十二場 野跑 山進野跑 不是城市野跑 不是城市跑 是山進野跑 一百二十二場 一年耶 意思就是什麼 三天一次耶 那所以香港對於這個問題就很嚴重 可是香港是有許可證的 香港他們本來就有規定 就是你要在交友公園範圍內辦任何活動 這就已經區分了 任何活動 就是要申請然後提計畫書 包括你的公共安全的計畫 然後還有就是 反正有幾個 還有環境衝擊管理的計畫等等 就是這些東西都提他審核 然後呢 如果同一天有好幾個人 凱體都申請在這一條步道上 他還要幫忙分散 就建議你改天 或者是我再給你別的場地這樣 但是因為賣了以後 就是最熱門的嘛 所以他其實幾乎就是三天位置 所以後來香港中文大學 他們就做了一個研究 我們之前有講過步道衝擊研究嗎 你們沒有聽過喔 好我概況講一下就好 概況就是 我們去研究一條步道的衝擊 大概有幾個觀察指標 然後那個是一個專業研究領域 那包括什麼呢 步道的寬度有沒有加寬 有加寬當然就表示怎樣 被 對油氣行為衝擊 再來就是土壤硬化的程度 因為很多人猜 土壤硬化會導致 土壤裡面的水跟空氣沒有 那他就會怎樣 影響旁邊的生物還有樹根 就是樹根在這一側就會紮不下去 我來給大家看上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 我先講那個 土壤中文字還有一個就是 表層直背的減少 剛剛說加寬嘛 然後再來就是表層的直背的 破壞程度 像這樣 直背的保護力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大概沒有放在我那邊上 OK 就是你看上面如果 他已經沒有直背了對不對 但是上面如果有石頭的有沒有 還是這一個地方沒有被沖掉 這是下一場雨之後 然後土壤會 這個是一個十塊錢硬幣有沒有 所以如果表層有直背 保護力相對會比較好 那如果沒有 長不出來 然後遇到水的時候 為什麼會產生沖石溝 這樣大家了解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剛剛說土壤硬化的程度 還有酸化的程度 酸化比較 就算了 因為那個其實 大家比較難以理解 那酸化包括就是 太多人進來之後 對這個地方產生的化學改變 對 會有酸化的問題 你走路也會酸化 沒有包括 你有很多呼吸啊 對啊 然後你對這個空氣的改變啊 會有 但是酸化的部分我就不講了 因為那個比較 對大家來說比較困難的一點 硬化會導致怎樣 大家看到這一張 樹根 人踩了以後 第一個是他 這邊可以看另外一個指標 就是樹根裸露的程度 步道踐踏衝擊裡面 樹根裸露的程度 他通常會量那個樹根露出來的 深度跟寬度 然後去監測一個月 兩個月三個月之後 那個有沒有變化 那通常其實你只要看到 你看這就知道很明顯 原來土絕對不可能是在現在這個位置 原來土一定是在根系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所以樹根裸露程度 再來就是 當這個土壤被人踩踏流失 然後裡面硬化的時候呢 硬化會導致裡面沒有水跟空氣 所以這一邊的樹根就怎樣 扎不下去 扎不下去 所以他會形成 樹的生長就會變成 人常走的那一面 他會變淺根 然後他如果這邊是沒有人走的這邊 他會主要扎這邊的根 所以他其實是不穩固的 那麼當颱風或者是那個天災過的時候 你不是看很多島墓啊 其實跟這件事情是有關係的 所以樹根裸露程度 土壤硬化的程度 這一些都是在研究步道衝擊的指標 這樣 這樣了解好 OK 所以這個香港中文大學的這個老師 他是專門研究步道践踏衝擊的 他就用這一些指標去測 那他們跟教育公園 就是提出一個以前都沒試過的研究方法 就是為了這次跑步 把一條平常很少人走 幾乎沒人走的步道拿出來讓人家跑 因為照理來說 在國外來說如果要開放人家去野跑 一定要怎樣 那個步道要well form 就是他要是怎麼樣 就是維修良好的 可以成耐受衝擊的步道才可以拿來讓人家野跑 那這個耐受衝擊不是說要鋪槌泥 就是所謂的durable 就是比如說研盤比較多的 或者是他比較不會產生土壤流失的 或者是說有例行在維護的很好的 像手作步道維護的很好的 其實也可以跑 那但是這個 好我跟各位說一下 所以一般來說不會政府不可能會拿一條 很少人走的步道然後專門讓人家扮野跑 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他等於是擴大衝擊 這樣了解嗎 可是為了研究 所以他們就做了這件事 那麼這個是 這幾張是比較明顯的變化 左邊是before 右邊是after 這樣 這張在講什麼呢 原來步道的寬度 中心寬度50公分 在野跑過後擴張的狀況 擴張的狀況很容易理解 就我剛剛說那個超車的問題 然後所以他會跑出很多路徑 其實如果到草原更嚴重 你們都看過香港那個步道的狀況 這是在樹林裡面 所以他只是往兩邊踐踏的更多 然後他是在這個 整個跑步完結束後一個月 離開步道擴張的狀況 然後步道擴張的狀況呢 在七個月後會慢慢的恢復 七個月後 然後這個是直被流失的程度 就是剛剛我們講說直被被踩踏 因為沒有 他這個是before嘛 跑完一天 跑完一個月 然後呢 他們去測也是 這個直被流失的狀況 是七個月沒辦法恢復 所以 因為中間沒有別人走 所以他可以證明 這是野跑造成的 野跑活動造成的 這樣 所以這個研究方法是這樣 那你說這個活動會跟那個個人 有很顯著的差異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走路呢 跟野跑他有另外去做 就是野跑還是比走路的衝擊還要大 同樣用這個方法來做 這樣 好 那回不回講為什麼 這個光是在講這件事情 就我還沒講完 好 我們剛剛說 在這個多元使用者衝突裡面 有兩個層次 對我剛剛只講完一個層次 就是 其實這是一個大於大於的概念 就是越野摩托車 一定大於越野自行車 一定大於野跑 一定大於個人登山 當然負重登山跟輕裝登山 一定是這樣大於的關係這樣 這個也沒有什麼好討論 是一定是這樣 只是說 在野跑跟負重登山中間的那個差距有多大 那個是我覺得 可以用物理的方式去再去解釋的 但是大家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都忘了 上上禮拜耀心老師講什麼 上上禮拜耀心老師講了 記不記得 棉子土 砂子土 石子土 有沒有 風機還是什麼 有沒有大家記不記得 當我們在講這麼多元使用者 他在不同環境下 當那個他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人走在地表上 哪一種行為會造成比較大的衝擊 然後 但是所有人的討論都在 這個 這些 這些我剛剛已經說的 這都是大於大於大於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有沒有討論過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說 如果是跑古關七雄的時候 我們就是沒有人反對 跟跑嘉明湖 我說那個嘉明湖 鋪到的狀況不行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去嘉明湖就知道 現況 現況還有就是他在他所在的 土質跟水量跟他的植被 因為他在那邊其實沒有什麼 他那邊只剩建築蟲 對不對 然後他上面沒有樹蔭可以保護 所以他的承受的 那個步道的衝擊 是比在中海拔的中極山 還要更嚴重 而且更難恢復 因為他在那個環境底下 植被要恢復的速度需要更久 對不對 所以你從上禮拜老師講的那個 上上禮拜講的那個 古代環境因子去看 你就會覺得說 實際上不是所有的山 都是均質的 就是全部通通都可以開放野袍 勢必怎樣 有一些山是不行的 除了區位 我們現在除了講區位 剛剛說那個最高的目的之外 還有就是他所在的海拔 地形水 跟土壤對不對 跟地質的狀況 所以這個踩他的面是什麼 有沒有durable 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所以好 算是野跑的部分呢 講完了 有沒有發現 這全部都會應用到什麼 區位 區位分級 跟上禮拜講到的核心價值 還有包括那個 古代環境因子 跟使用者衝突的問題 我透過這兩個例子 幫大家把從起初來 學的東西整合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好 所以當我們在修步道的時候 其實 我再多延伸一下 就是 如果你預期將來會有越野自行車 走這條路 而且要開放他們走這條路 你的工坊會不一樣 你要 你了解我的意思 在美國 在國外是這樣的 就是他會設定 這條步道的使用者需求 將來就是越野自行車道 越野自行車道 他要符合 就是有另外一個叫 Sustainable Trail的standard 有六個standard 然後那個standard的做法 跟手作步道 就是他都是手作步道 就是跟我們現在在講的 給人走的工法不太一樣 這個現在講不到 我本來是想說如果見人啊 有來修課的時候 我要把其中一堂課拿來講 那個越野自行車道的手作方法 但是因為 因為他沒有修課 所以我們就先講到這裏 但是你們要記得 就是為什麼要衡量 未來使用者的需求 因為工法的強度也會不一樣 做法也會不一樣 因為那個 你們知道越野自行車的行為 好啦我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看你們好像還是 也浮起來 我再講一下 為什麼差別是什麼 差別在呢 在許多的轉彎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李老師今天講的都是什麼 向外out slope 洩水 上次李文老師是不是也講過out slope 洩水 腳踏車有內傾的感覺 腳踏車不能out slope 對 這樣滑出去 對 所以他一定是 不是變壓比較高 不一定就是看彎道 他那個有一個比例的 就是看你的彎度跟這個 這個要多高 他有一個比例的 他有離心力 對 然後但是總而言之 基本講就是他不能out slope 他一定是要in slope 那所以這時候排水設施的方式 就會跟步道不一樣 然後呢 他不能夠做我們常見的 開放氣死導流溝 為什麼 因為他會跌倒 所以呢 他的排水一定都是用reversal 就是 坡面反向 我現在看你們 應該你們看過 就是在車道上面 會有一個凹下去 會有一個凹下去 然後凸起來 有點像土修的 做法 你們完全沒有人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我真的要去找嗎 等一下好 等我一下好 突出來那個不是 不希望人家開開端那個嗎 對啊 那個不是什麼 動動路面那個 就是 撲撲撲撲撲的嗎 對 但是他很像 但是他不是為了跳動路面 可是你們有沒有知道說 這種步道 以後會有找到的 所以他有點 他做出來然後做得很不一樣 像我在路裡盯著這樣 其實 李老師要你們去看switchback 有沒有就是 大家有猜一下嗎 吃字路 好有點內似 我看這個他們可能看不懂 找一下 其實李老師給你們的有這個圖 我去不去 一定沒人去看 好 我們用這個 這個圖比較像 就是 就是他透過做出一個這樣子的坡 來在這邊做盤水 但是是很像的 像這樣 來 這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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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像 他有一些國家是翻叫 Growling Dick 或者是Dick Ditch或者是什麼這樣 好 這樣看到了嗎 就是在那個凸起來的前面 做一點拗下去的 類似 但是呢 他會對於開車 或者是騎腳踏車的人 不會造成障礙 我們之前設的排水溝都是怎樣 鞋 就是一個溝啊 這樣 比較久 那溝他們過不去 所以通常呢 像之前我們在捅後 捅後月嶺我們做過 氣死導流溝 做完之後被破壞 為什麼 因為那個捅後 以前常常有越野自行車去騎 然後他們就把那個 我們做的那個氣石的邊 把它弄倒 變成是 就是他就 有一顆石頭是倒下來的 所以他們腳踏車可以這樣騎過去 就當做一個橋那樣子 了解我 就像好像一個石板橋這樣 但其實就把我們做的排水破壞 然後水也排不掉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 那裡有這樣的越野自行車使用者 那我們在做工法的時候 必須要問這件事 當然 回過頭來又 我怕大家今天應該聽完會很糊 回過頭來你要再問一件事情 這裡到底該不該有越野自行車 如果不該有的話 那你就要用其他管理手段去確保 你做的氣石導流溝不會再被破壞 那如果說確定這條路就是會有越野自行車 而在區位上核心價值也沒有問題的話 你就要做這種導流溝 而不能做氣石導流溝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 現在大家有沒有擺覆的 我是在幫大家去做那個 勾連 有沒有連起來 有啦 感覺大家 還好嗎 我現在在想 我剩下的時間要講 哪一些東西 好那我 我把這關掉一檔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想到任何問題隨時都丟出來 好 其實關於 Lingo講的那個階梯的那個 我本來還想要再補充 文老師跟李老師沒有回答的另外一個部分 後來我想說 算了 今天先講到這裡 那個就改天有空再講 其實那你問的問題啊 應該反過來變成一個作業 就是說 請用正學 就是這個從起初到目前為止 所上的所有課來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你有沒有看到我剛剛在討論 各種問題的時候 就會應用所有討論過的東西 概念來回答 那一樣 你的那個階梯的這件事情呢 也可以用這些東西來討論 好 但是我們就先停住 回來講律道 講律道的時候其實是要談尚未政策的東西 但我覺得我剛剛把那個那一些東西 稍微講完以後 我這邊應該可以講快一點 我應該是有一學期我戴華 我是不是有一學期有講過這九個國際律道的 第三期 第三期聽過了是不是 有 OK 真可憐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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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別的都要講 我剛開了四個簡報 因為我們還有四個在線上 所以我們稍微很快的講一下 而且我們不是都三期的 有二期的 對嘛 好還是要講一下 OK 凱莉你那什麼表情 凱莉沒聽過嗎 三期 有啊 有啊 特許 特許 還什麼皇后的下面那個 哎 你還不上課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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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特許可以這樣課 沒有啦 我可以這樣課 現在講的是九個國際上的概念 這些概念會跟步道有關 有一些我剛剛有稍微帶了一下 那其實綠道的概念 等一下 那我先講這個 綠道的概念是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這一堂課要跟大家講到 從 不是只有講負道 還要談綠道這件事情 是因為綠道有一些特徵 這些特徵有更強的政策性 包括說 我現在直接看這個 綠道的定義 從國外的一些案例 那個跟類型呢 他們把綠道 有這以下四種定義 那通常他 最重要的一種意涵 就是 他是一種線型的開放空間 然後這個線型的開放空間 不管是自然的還是人為的 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空間 然後 綠道運動的目的 是要保持這個連續不斷的空間 可以連續下去 講完之後 再回解釋內涵 比方說 如果是自然形成的線型空間 比如說河流 或者是地嵌 地嵌 地嵌就是地子上的 地嵌大便 你問哪個嵌 哪個嵌 地嵌有沒有別人 地溝嗎 地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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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或者是如果說 對啊 就是 因爲他本身是一個相對比較低的連續的空間 所以他很容易怎樣 被 自然萬物所利用 包括人 那所以這個時候好比好 舉台灣的案例好了 這樣大家比較有概念 比如說以前仙明他要去一個山區裡面開墾的時候 他通常會怎樣 沿著溪底路 有沒有 因為溪谷是最低的地方嘛 然後我就沿著溪谷 除非那個溪谷旁邊沒有空間 那我就可能怎樣 走極限 山林對不對 溫線 從那個某一個之林 然後就上上上去對不對 這種就叫做自然的連續空間 了解一下 因為地質 構造 自然 然後所以其實他很多生物都會運用 然後人也會運用 然後人通常運用他就怎樣 很省力嘛 你 可以抓方向 然後再來就是 或者是另外一種可能